大家好 我是林子 这是我提前一天泡好的糯米 这个糯米是自己家里种的 口感非常的好 今天我们就用它来做好吃的 这是已经洗干净了 我们给它捞出来控水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笼屉 把糯米平布在上面 然后用手指像这样搓一点小洞 让它透透气 这样也更容易蒸熟 给它冷水上锅 水开大火蒸半个小时 今天做的是八宝糯米饭 准备的食材有 玉米 甜豆 胡萝卜 葡萄干 枸杞 红枣 花生米 黑芝麻 也可以随意加自己喜欢的食材 时间到了我们将火关掉 做这个八宝饭 糯米饭蒸成像这个样子 晶莹剔透就刚刚好 煮的太烂了也不好吃 这样的口感是最好的 然后我们给它取出来放一旁 接下来我们将胡萝卜甜豆和玉米 给它下锅焯一下水 大概焯三分钟左右就差不多熟了 这个时候我们给它捞出来控水 接下来我们将锅烧热 倒入食用油 加一点食用盐 然后加一勺白糖 如果喜欢吃甜可的可以多加一点 小火先给它搅拌均匀 下入玉米胡萝卜和甜豆 把它翻炒一分钟 一分钟之后下入红枣冰 黑芝麻也倒进来 继续给它翻炒 炒出芝麻的香味 将食材全部炒熟之后 接下来我们将火关掉 然后趁热给它倒进盆子里面 然后趁热给它倒进盆子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把糯米饭也倒进来 枸杞 葡萄柄 花生米全部倒进来 搭上手套 给它充分的抓拌均匀 像这样拌匀之后就可以开吃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这样做出来的糯米饭 香甜软弱 而且吃多了还不上火 营养丰富 喜欢的话一定要试一试哦 然后我们找个小碗 给它装起来 按紧实一点 像这样 哇 真的是色香味俱全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你学会了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林子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还有一个小碗 在这边